最近是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学校的返校时期 上海浦东机场非欧美航线的柜台前 排满了准备登机的留学生 那现在我们留学生出去 不管是学校也好 这个国外的入境处也好 都是有很严格的一个要求 非欧美的留学生除了需要出示机票 护照签证 中英文核酸检测报告外 还要准备旅行体检报告 健康声明和开学时间证明 导致登机时间拉长了 就算有不合理的对待 也得把学业完成 近日中国一载美留学人员 乘坐美航班回国时 在机场遭美方人员无理盘查 达一小时之久 电脑和手机均美扣留 在飞机机箱关舱门前才被放行 由于放宽限制 大陆赴美留学生激增 但中美航线的航班仍然偏少 一周的直飞航班不到20班 需求大于供给 导致经济舱涨到了13万台币 商务舱最高涨到43万 分从中国内地 经中国香港转机去美国的机票 经济舱还能买到5000到8000元的机票 商务舱16000元左右 进入8月 经济舱机票已经涨到2到3万元 商务舱更是达到7到10万元 抖音上 留学生将机场排队的队形 划成了一个回行圈 倒是下面有网友算 骂美国骂半天 身体毕竟是诚实的 也有人说 这些留学生是打入美国敌人的心脏 准备学成归国来报销祖国的 TVB新闻谢谢西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X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X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